怎么总感觉像忘了什么事 我想起来 冰珠 咦 小远 你不是回去了吗 是落下什么东西了吗 没有落下东西 只是当当想起来还有件事 领堂先生您能帮我看看吗 这个东西 居然是银主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是魂魄的精华 不过此物一般只有些修材会炼制 你从哪来的 这个我知道 我来自我 是这样的 领堂先生 这个阴珠就是 我们上次从给刘远八卦 进的快道师家找到的 你知道吗 他才丧心病狂了 居然拿人捂念之邪武 将人的精华活活 困死在这个厨子里吗 我本来想握住看看里面的精华 但是法力地位施展不出 如果阴珠里面的精华 还有意识的话 咱们就送他往生 如果精华已经没有意识 我想把他分掉 然后你懂 不闹 刘峰 你给我记住 我们是正统杀满传承员 绝不可做伤天害理之事 你确实可以吞下这颗珠子 也可以提升境界 但这份阴谷就会落在你的身上 将来化醒的时候 天地也不会涌你 一到雷霆就能让你魂飞魄散 你说 你还要吞下这颗珠子吗 不是吧 这么可怕 那我还是继续本手继续了 哎 这家伙 不知道哪天才能长大 对了 小远 我能赶脚到 这珠子里面还有一丝引气载流动 这样 我解开珠子的缝印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好 先生你注意安全 放心吧 老夫纵横江湖几十年 还不至于在这里翻船 帅齐手中卧分明 各路仙家听我令 天原地方绿角当 如今下灯杀小孩 小鬼 站住 你 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是个好鬼 小鬼 你别怕 我不会杀你 你也别白费力气了 你跑不出去 那你找我干什么 我可从来没害过人 一 你不是那个招魂的胖小子吗 你怎么在这里 小远 他刚才说阴识你 你阴识他吗 不瞒师傅 见过几次 他确实没有害人 之前还帮我找到田浩的婚头 既然阴识 那就好办了 小远 我来问问他 小鬼 是我把你从阴珠里面解救出来 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 听到了吗 要是敢说鬼话 老夫让你魂飞魄散 您请问 您请问 我一定如实回答 好 你是如何被封印到这阴珠之中 封印了多久 大师 我也记不清什么时候被封印在这珠子里面了 好像有十几年了吧 将你炼制成阴珠的 是什么瘾 是一个风水先生 专门替人改孕养小鬼 获取巨额报酬的 王鬼你说实话 到底是风水先生还是道士 我是在到世家找到你这颗珠子 小天师 咱们也算老熟人了 我也不骗你 那个风水先生不知道从哪里买得到好 我记得以前跟你说过风水先生的事 可是没办法 我们的尸骨都在他手上 并且将我们都炼制成了阴珠 红鬼和灰鬼因为不听话 都被他打敌魂飞魄散了 哎 可怜我的两个兄弟 岂有此理 这个风水先生真的太坏了 师父 我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 上次带警察去他家的时候 房顶被他动了手脚 还差点砸死一名警察 现在警察局也在通缉他 小天师 你的意思是要去对付风水先生吗 我劝你还是别去 因为他上次带回来一个红衣女鬼 并且把他炼制成了鬼将 实力非凡 你肯定不是对手 鬼将 对啊 非常厉害 我看都不敢看 师父 鬼将和鬼王相比 谁更厉害 傻小子 当年是鬼王了 听名字就知道啊 鬼兵修炼百年才能成为鬼将 鬼将修炼百年才能成为鬼王 所以鬼王肯定比鬼将厉害啊 那没事了 黄鬼 我问你 你在风水先生身边这么久 能不能找到他 竹子是他炼制的 所以我能感应到他的气息 但是 但是什么 我不敢去 我怕他把我打死 还有他身边的红衣女鬼 有何不敢 你放心 我绝对能保护你的安全 就连鬼王我都能灭了 你看这是什么 小远 不要轻易拿出来 嘿 如果他是骗你的呢 那你的底牌可就没有了 哦 还不入白 好的师父 我知道了 那我怎么才能让这个黄鬼听我的话呢 简单 我给他下一个护马咒就可以了 你看好了 初三护马咒四方 有道仙家树林堂 是 好难受啊 大人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黄鬼 我师父给你下了一道护马咒 这是好事 我获取应得之时 你也能获取应得 你也知道应得的珍贵 如今我要对付风水先生 而你又是他炼制的英珠 他肯定会对付你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 就要一直跟着我 另外 我需要知道风水先生的弱点 哎 看来不去都不行了 行吧 反正我也死过一次了 再死一次又何妨 风水先生这个人 最大的弱点就是自大 你可以利用这一点 至于其他的 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每次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嗯 既然如此 你先附身来我身上 既然下了护马咒 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出马护法了 领堂先生 弟子去了 嗯 你去吧 万事当心 如果遇到危险 保命利益 柳峰 咱们有大事要办了 赶紧走 来了来了 黄鬼 一旦你感应到了风水先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样才好去对付他 放心吧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黄鬼 咱们也算相识一场 虽然你是我的护马鬼 但我不会利用你 咱们以好朋友相处就可以 等时机成熟了 我会放你离开的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当时要不是你 我也不能把好朋友的魂魄给喊回来 说起来 我还要谢谢你 好 我知道了 刘远 你真是个好人 不用客气 走吧 我先去医院看看店长 奇怪 医院里面怎么一个人有 店长现在好点了吗 感觉怎么样 是小刘欧 今天好多了 早上起来还拉了一大炮食 现在有点饿 但是喊了半天 却没有人来 我还不太方便下去 刚好你来了 你帮我点个外卖吧 行 没问题 吃什么外卖啊 嗯 咱们医院里面又不是没有吃的 再说你现在身体不方便 我给你输一点营养液吧 刘远 孝欣 这个护士身上有风水先生的气息 他 他可能是假冒的 什么 假冒的 护士请慢 哎 你这个人 你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倒要问问你想干什么 你说的是什么营养液 有什么功效 多少钱 是哪个医生配置的 这 这 这就是营养液啊 是外科张医生配的 钱我不知道 但是请放开我 请你离开病房 我要给病人输液 哼 大师 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我刚才用了很大的力气 一般的护士早就疼得大呼小叫 喊人救命了 但是你的脸色却丝毫没有变化 很明显 你是假冒的 这瓶水如果我猜的不错 应该是你精心配置的毒药吧 哈哈 好聪明的小子 没想到居然被你发现了 不过发现了又如何 谁又能挡得住我 你进来医院的时候 没发现医院空无一人吗 医院里面的人呢 哈哈 以为我让他们今天都放假了 小子 这个世界上有钱就能拥有一切 还有你 周新民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到底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如果愿意跟我合作 我既往不就 咱们一起发财 如果不愿意跟我合作 那么知道我秘密的 我都会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